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方块哥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 迷你世界的小游戏 叫做亚特兰第四二 走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一艘船 则凯说 这里过去太远了 干脆打开音效试一下 到了赶紧过去看看吧 门打开 凯特原体变异 什么 赶紧干掉那些原体 干不掉呢 用剑 这里是我们备用的 事到如今只好 我们拿出这个剑了 多拿一点 好 我们拿出剑 然后呢 没有火种 这里请 啥意思 说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 请不要放火种以外的东西 否则 这是空的 我们就要放一个火种进来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走吧 咱们去找火种 这里是什么 有弩有福利 没有解锁 使用不了 所以你需要解锁 我们好像还没有解锁 我们一直不是课金的风格 弩咱们还是可以用的 太好了 所以我从来没花钱买过东西 按下开始 结束后可出去 补给弹药 很多很多的剑 弩一次是三发子弹 这有火箭筒 火箭筒其实就是大波罗 要子弹不 看看 这是好看不好用 这边有什么东西 这边一会应该是刷怪的地方 是不是 这么多不用怕 有一些上不来 小心 这里有圆体 这 确实说一些奇奇怪怪的 然后我们才能把火种放进来 应该是这个意思 说的都是些不清不楚的话 好 按开始按钮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哇塞 出现了非常多的骷髅 这个杀他们会好慢啊 所以我还是拿着剑 等他们上来吧 射箭他太慢了 是不是 哇塞 这个 你可能不射箭 还不行呢 哎呀 这个上来了 哇塞 这还有火焰附加 哇塞 这怪物的设定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 三下打死我们一次 我的天 还有火焰附加伤害 所以怪不得让我们用弩呢 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 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这个青青碎片 才能打过这关啊 我们准备还是不足 没想到骷髅会这么的强大 更没想到 骷髅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火焰附加效果 那边骷髅还等着排队上来打我呢 打出了很多的火种啊 那接下来的这些还用打吗 可能都不用打了吧 因为我们有火种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 哇塞 又对我们来个远程伤害啊 火种放里头 然后说啊 门就会打开 没有火种的这里请 哎呀 这也可以过 我的天 然后呢 从哪出去啊 我还是没搞明白啊 这些可能还全部都得杀死才行啊 哇塞 怎么又出现了一波 每按一次都出现一波 这还得了啊 这是什么 小心这里有原体 这就对了 为什么会有通道 这个不清楚 向上 好黑 这里有东西 哇塞 这是什么东西啊 点火器 好 这里有东西 然后这又是什么 好汹涌的水 下去 下来之后呢 哎呀 这是到哪了 再顺着这个水走吗 莫非是 这竟然是一个水的通道 暗道 从这再上去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希望我们理解对了 这身材 不听啊 我不听啊 exists 啊